大家好,欢迎来到疯狂电影G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部 女孩在梦境获得一把神剑 开始斩杀恶龙的电影 爱丽丝梦游前进 这一天安妮和妈妈一起参加一个舞会 舞会上安妮被一个富二代当众求婚 不知如何拒绝的安妮只好转身逃跑 她一路跑到了一个花园 在这里遇见了一只兔子 因为好奇便追了过去 最后掉入了一个洞里 洞下别有洞天,四周都是屋子 安妮根据纸条上的提示 喝下能变小的药水 她瞬间变小了 随后她退开一扇门 打开门的瞬间 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这里就像是人间仙境 当她入室 一群生物迎接了她 这个世界不仅动物能说话 就连花朵、动植物也能交流 就在这时 一个剧情生物带着铁甲兵出现 大家吓得四处乱窜 安妮不小心被生物抓上手臂 她立马朝着森林深处逃去 随后她遇见了一个戴帽子的人 帽子哥向她解释 这里是人间仙境 曾经有一位美丽善良的皇后 统治这里 平静的生活被皇后的姐妹 红皇后打破 她带着一群怪兽打败了皇后 并占领了这儿 从此这里就变成了血腥的地狱 按照预言 安妮是可以举起神剑 斩断恶龙除掉红皇后的人 虽然安妮不太相信 但是此刻也没有其他办法 她只好跟着帽子哥一起寻找神剑 在路上还是被士兵发现了 为了保护安妮 帽子哥故意送人头 安妮为了不辜负她的亲密 于是下定决心拯救皇后 她骑着狗子来到了宫殿门口 安妮凭借自己的聪明机智 成功地取得了红皇后的信任 她成功地找到了神剑 正准备救出帽子哥的时候 白鼠站了出来 说出了她的真面目 安妮无奈 只好先行逃了出去 红皇后感觉被人耍了 十分愤怒 立马下令杀死帽子哥 最后帽子哥制造了洞怪 趁机逃了出去 另一边安妮找到了皇后 两人商讨如何打败 红皇后的方法 皇后告诉她 只有你能拯救这里无辜的生物 也只有你能担起大任 安妮瞬间感觉压力山大 如此巨大的职责 她无法独自承担 所以她临时退缩了 当皇后和帽子哥准备就绪 就等安妮出场了 等了半天她也没有到来 这边安妮还在自我纠结 这时一只毛毛虫走了过来 对她说 你就是你 是不一样的花火 只有遵从内心的安排 才是尊重的你 想通后的安妮穿上战衣 拿起神剑 及时赶到现场 战场上红白士兵相杀 安妮则拿着神剑与恶龙决斗 谁说女子不如男 战场上的安妮变得十分刺激 她举起神剑 成功地杀死了恶龙 这场战争 往后一方胜利了 看到仙剑恢复了炎 安妮准备回到自己的世界 影片最后 回到人间的安妮 变得自信无比 在众人面前 她勇敢地拒绝了 富二代的仇婚 今天的影片 分享的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们 记得点赞和关注 下期精彩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